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现时间早晨7点39分44秒了 我们在第二个阶段的现场访谈 要跟你来探讨 这个很重要的 台湾是不是未来在家庭结构上 要有重大转变 很多人此刻是不是担心这个话题 是的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影响到了在台湾此刻的 许多同志家庭 因为两个相爱的人 就是是跨越性别 我们经常以前也说 年龄不是问题 对不对 身高不是距离 那为什么性别现在 好像成了一个坎了呢 这个坎怎么去跨越它呢 早上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 为您来访问的是 台湾同志家庭 权益促进会的发言人 曾燕荣 发言人您早 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燕荣 我们看到在台湾的26号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初审通过了 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当中明定说 同性别者可是可以结婚的 如果我们先告诉听众朋友 这个初审 是不是代表同志明天就可以去登记结婚了呢 好像也不是这样 对不对 因为接下来还有好多的程序要走完 是 接下来还有其他 对 还要等 接下来的二读三读 然后确立通过之后 同志才可以开始享有这个权益 跟大家一样有什么权益 通过之后 这个 蔡英文总统要颁布施行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在立法院通过之前 三读之前 其实就有很重要的 这些坎要过 我们这样来看 还有朝野协商 因为在26号通过的这个部分条文里面 其实有好多个版本 这么多的版本 我们不可能每个版本都实施 要协商 这个协商是不是就是很大的变数 大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这个协商确实 里面确实会充满变数 那我们希望明年 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最快明年三四月的时候 希望可以走完这个程序 然后尽快的把这个婚姻平权的法案实施 因为同志家庭确实非常需要这个法案的保障 是 我们谈到说同志家庭很需要这个法案的保障 所以今天我们刚好就是请到同家会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在台湾的同志家庭 没有这个法案三读的此刻呢 现在他们面临的处境呢 如果未来真的三读了 一切都很顺利了 也保障了同志家庭的组成 那对同志家庭而言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所以燕容来请教您了 现在的同志家庭 他们还是叫家庭 对他们自己本身来说 彼此来说是家庭 可是对于一个政府来说 在法令上 他们并不是一个假 对 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实 现在呢 事实上 主持人说过 未来对同志家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事实上 在法律关系上面的认可 也就是他们可以享有法律上的 对于家庭的关系 对于伴侣之间的关系 对于亲子之间的关系 都能够得到保障 那同志家庭 他们之间的家庭生活 他们的日常还是一样的 他们还是一样带孩子上学 他们现在就来带孩子上学 他们未来也会带孩子上学 家庭之间的彼此照顾 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可是在法律上 可以缔结关系和享有的权利 一定会大大的不同 那我们希望接下来通过的婚姻平权呢 是可以在民法上 对同性家庭和异性家庭 都一律平等适用的法律 所以说如果通过了 同志家庭的孩子 在法律上就没有被迫 要变成一个单亲的问题 他如果他实质的享有双亲的话 他就可以跟自己的两个爸爸 或两个妈妈 都建立起亲子的关系 那我们就不会担心 如果孩子出事了 那没有法律关系的家长 他不能为孩子做任何决定 那也不会担心 或者是伴侣发生了意外 那孩子被迫带离另外一个家长 这种遗憾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这时候会去讲说 为什么同志两个性别的人会有小孩呢 那为什么刚刚燕蓉又提到说 另外一个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双亲之一啊 在法令上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个角色 这个就是目前台湾的同志家庭的现况了 因为其中一个假设是妈妈 他去国外用一些这个国外所谓合法的管道 取经生子之后就回到了台湾 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妈妈的小孩 在法律上他是可以属于这个妈妈的 可是这个妈妈他如果有配偶爱的这个爱人的话 有伴侣的话 他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是在整个整体家庭关系里面是个外人耶 因为孩子不是他生的 法律上他也不是爸爸或者是另外一个妈妈 完全都不是啊 是我觉得这就是法律 现在法律上不符合这个社会现实 不符合这个社会实况的一个荒谬的部分 因为事实上在根据跟我们同家会有过接触的 我们同家会已经接触全台 已经超过了一百多岁的同志家庭 然后里面已经有超过一百多个同志小孩 那这只是我们能够触及到的人数而已 所以我们不知道的人数还有更多更多 那他们确实是有一些人 他们伴侣互相讨论之后 他们计划他们要生一个小孩 所以他们开始准备金钱准备医疗知识 然后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之后 然后他们出国去使用人工生殖 做了得到一个孩子 那回来之后因为台湾是生出来的那个妈妈 她是这个孩子法律上明定的妈妈 那所以另外一个做决定的妈妈 她就没有任何的法律身份 她甚至也不能跟这个配偶有任何的身份 所以他们和她的配偶以及他们的孩子 事实上是法律关系上的陌生人 尽管他们在一起生活互相照顾 而且他们这个孩子还有可能是他们一起计划生育出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无论是法律上没有保障 然后我觉得其实也很残忍 她就不符合人数的说实话 因为这个妈妈可能也是在这个家庭里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能是经济的来源 也可能是照顾宝宝的几份子 只是插在这个法令上没有给她一个名分 所以我们看到12月台湾有7对同志家庭提出了诉讼 提出了这个像地方法院提出了壮旨 希望能够展开同志侵权诉讼的官司 这就是谈到这些妈妈爸爸的担心 对因为同志家庭 她现在有孩子 尤其是有孩子的同志家庭 同志家长们最最最最最关心的 就是他们的孩子的权益 所以因为现在他们就是没有侵权 那这个是同志家庭现在最迫切的需求 也是所有同志家长最关切的事情 那之前有一个案子是大龟和周周 大龟和周周他们也是用我刚刚说的方式 出弊化生育 然后出国有了孩子回来国内之后 大龟和周周 周周是孩子的生母 那大龟跟孩子就等于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那之前他们去审理案子的时候 儿福机构就是他们有一个探视的社工的评估的报告 儿福机构认为大龟无论在收养意愿 经济条件还有社会支持等等项目上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可是到法官的判决的时候 判决出仍然说因为同性伴侣没有进入婚姻 所以这个大龟不能收养这个孩子 那这就凸显出来 现在要解决同志家庭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亲钱一级 最重要的也就是只有将同性伴侣 同志家庭纳入婚姻的保障 这样子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有关于这个话题 也许听说法务部明年的二月吧 就要提出另外一个法令来规范了 当然现在法令内容还没有公布了 所以是不是我不知道同家会这边 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研究 或者说是需要未来法务部 在公布这个法令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有哪些面向的关注 会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龟案周周案子一出来 被驳回之后 有许多家庭他们也有相同的需求 他们要跟孩子建立法律上的亲子关系 所以这一次就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我们就是希望无论接下来要推任何的法 这个法律应该要回应 应该要可以回应已经实际存在的人民的需求 那这个东西尤其在同志家庭里面 就是同志家庭的亲子关系 无论是在收养出养 或者是在亲子关系的建立上面 这些东西对于同志家庭是非常具有急迫性的 因为我们在会内里面 有的孩子现在还在肚子里 有的已经裹高中 有的已经在工作了 那最年长的 其实就我们所知的 同志家庭的孩子已经五十几岁了 那我们还要这些人等了多久 不过看到民法的修正草案出审当中有一个关注点 也就是晏荣刚所谈到的孩子的问题 在里头第1079条之一 就说到法院的判决收养条件 不得因为性别议题歧视 应该是要以收养子女最佳利益来作为考量 而不是性别 所以这样子的修法 就是我觉得在整个亚洲国家 我们不太了解欧洲跟美国这些国家的做法 但是在亚洲国家算是一个很前进 很进步的一种想法了 甚至应该是说很符合此刻人权的需要 其实我觉得还需要再补充一点 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认为 同志家庭真的可以收养吗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这一点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法律 我们台湾目前在收养这条法律上 我们从来就没有禁止过同志收养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可以单身收养 只要经过一定的评估程序 在像我刚刚提到的儿福机构的评估 当他评估你是一个适当的收养人选的时候 你单身你也是可以收养的 所以同志他也可以收养 如果他通过了评估之后 他即使是单身他身为一个同志 但我们并没有排除同志朋友收养的权益 所以只要你通过一定的评估程序 你通过了之后你就可以收养孩子 那即使你是单身你也可以收养 那所以现在因为同性伴侣 他不能进入婚姻 所以非常吊诡的是 如果一对同志伴侣要收养小孩的话 他就只能使用单身收养 那他通过了单身收养之后 只有一个家长会和孩子发生法律上的关系 所以就算两个人一起养 两个人都是孩子生活 实际生活上的照顾者 还是只有一方可以跟孩子有法律关系 那同志可以单身收养 但同志伴侣不行 这件事情其实 好吊诡 对也是非常的 不是一个家庭了 因为家庭是有双亲的 我们姑且不论他是异性双亲 还是同性双亲 但是一个家庭的概念 彼此扶持照顾孩子 这是一个我们目前对家的概念 好不过在谈到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民调 在最近也出炉了 好像我们看到的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就说到他们在上个月底都做的民调 说支持这样子的修法的 这个大概5比5吧 就是5比5坡了 支持是不是要同性婚姻民法化这件事情 可是呢 现在此刻做的民调 却发现反同志婚姻的超潜艇同志婚姻 18个百分点 本来是5比5坡的 现在有这样子的改变 我想你们是长期关注 这个同志婚姻的团体 怎么样来看呢 到底台湾的民众是怎么想的呢 你们怎么去应对这样子的反对声浪呢 首先我继续要强调后一点 就是这个民调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调查方式 有一点疑虑吧 因为这个调查方式 它里面其实无效的样本 非常非常多 高达百分之九十几 那里面呢 确实是有回答的人 在那里面的大概百分之五十几 所以首先是这个民调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有点 觉得有点疑惑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台湾民众现在 事实上从过去2012年 做出来的民调到现在 一直都超过了50%以上的支持率 有时候甚至高达60% 那最近频繁所做的民调 如果有这样子的显示 我觉得其实反映了 现在其实很多在操作这个议题上面 有一些反对同志的这方 其实他有一些 加了很多其他的考量进来 例如说他以很多网路上的 有一些不实的谣言 或者是他说同志婚姻 他现在如果通过了 那他可能会影响 其他的范围 但事实上这些东西 目前都不是事实 目前我们在推行的 同志婚姻里面 我们跟油美女讨论的版本 事实上只有五条 所以那些网路上面的攻击 或者是尤其是LINE群组的 在比较年长的长辈里面的LINE群组的贴图部分 那其实我自己也有收到过 那我也对我的朋友们做了一些回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其实事实上一直在不断的用其他的议题来混淆 同性婚姻这个价值 那燕蓉有没有哪一条您觉得说它是影响最大的 就是大家在疯传最多 但是却最不实在的呢 我们也跟大家来澄清一下 事实上 比如说它可能会把同志 把过去大家都同志的污名 比如说同志跟性开放的污名 或者是跟爱之的污名牵扯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根源其实还是恐童 就是他们很担心 还有恐性 就是他们很担心性这个东西被大家看到了 然后摊开在大家的面前 然后把这个婚姻关系和教育里面的性 全部都非常的开放 然后他们觉得非常的害怕 他们看到了教育里面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教导性教育 可是他们看到了性出现在教育里面 他们觉得非常的害怕 然后他们看到了同性的关系在性教育里面被教导 他们觉得非常的害怕 但是我必须要反过来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难道我们不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性教育吗 难道我们不希望有一个更开放的性教育吗 就是我们应该要性教育本来就是应该要被好好的教导 比如说正确的认识 什么是性什么是安全的性 那什么是喜欢一个人 那我们的情感教育应该要怎么教育 我认为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要正向正面的看待 然后好好的 好好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更加认识别人 然后在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之下 经营各种不同的关系 是的 我认为这本来就是我们非常 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情感还有跟人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在我们的人生中在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当然应该要非常正向 然后非常非常开放的态度来看待它 好我们在此刻访问到是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的发言人曾燕荣 跟听众朋友来聊聊 26号刚刚在台湾立法院出审通过的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好谢谢念荣 谢谢你跟我们的联系 谢谢你